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是颈挂式蓝牙耳机 全无线耳机在北京不过已在香港三年多了 但究竟运动时是否适合用全无线耳机呢? 其实我挺喜欢运动 近年如果做运动时 大部分时间都会用全无线耳机 但全无线耳机对比起颈挂式耳机最大的不足是什么? 第一, 一定是电量 若开马拉松, 未必是一款全无线耳机 可以应付全程, 特别是训练或其他东西 电量是其中不足的地方 第二, 蓝牙曲笛, 即是蓝牙解码方面 现在坊间大部分的全无线耳机 都离不开SBC或AAC 比较漂亮的, 只有aptX蓝牙解码 如果真的要玩跑步时, 也有对声音很有要求的朋友 它没有L 顶, 没有aptX HD 相对地表现未必那么好 还有一点, 全无线耳机大部分都会放进修纳盒里 这个修纳盒, 如果再运动时 就要找个位置安置它 突然间, 我不太想听歌了 想感受现场环境是怎样的时候 你就要特意脱下两对全无线耳机 再放进修纳盒里 颈挂式有何好呢? 其实好处有几个 都是全无线耳机刚刚提到的弱点 第二, 一定是电量 因为电池比全无线耳机大 所以在续航力上 一定会比一般全无线耳机来得好 在做运动, 突然间想停下 不想听音乐 或者耳机没电 不用刻意找东西收纳它 就这样挂在颈子 如果像这耳机那样 有磁吸式的设计 就是好好地放在颈子上 带下去非常稳妥 第三, 颈挂式耳机大部分出的产品 选择少了 但能够出的, 规格上会比较好 手头上几个颈挂式蓝牙耳机 其实支持的蓝牙解码 都比较高规格 有APTX HD 也是非常常见 甚至拿出街 可以非常轻松地享受到 一个比较高质素的蓝牙传输音乐 如果你真的穿西装或穿冰衣的朋友 可以把耳机挂上颈子之后 用冰衣的领或西装的领隐藏它 然后再磁吸式地贴在胸口上 除了运动装之外 其他的服装 这种耳机也会来得更有弹性 有好处就说一下我自己对它在运动时的坏处 第一件事, 一定是左右两边有线 不想听的时候就方便 但如果想听的时候, 特别是在跑步的时候 维持着步幅的时候 有机会那条线突然卡住你的肩膀 会影响自己运动时的节奏 第二点不足之处就是现在 现在, 运动耳机相对地少了有颈挂式型号选择 可能离不开, 都是那几个牌子才有 对比起 True Wireless 来说 选择的弹性真的少了 今集的影音二选一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拍影片的朋友 点赞, 订阅频道, 按订阅 之后, 按下哪个小铃铛 我们有新片, 就会通知大家了 因为我相对地比较喜欢球类运动 可能在打铃球时, 会带着这些 True Wireless 耳机 打完后, 收回去, 放回袋子 其实非常简单 但如果你是很热爱做健身 或是常常练长跑的朋友 可能用颈挂式的运动耳机 就会比较适合 不知各位热爱运动的F1Sound.com 的观众 又会选择在运动时 用 True Wireless 耳机 或是颈挂式的运动耳机 不妨在这段影片的留言 反映个意见给我们听 今天大致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